Hello How's your day? Welcome to my channel! 今天是5月25號 也就是美髮青解禁的第一天 大家看我這頭亂髮 真的是長到完全沒有型 然後我真的是三個月沒有剪頭髮 所以呢在這個解禁的第一天 我就跑來了 Chinatown 剪頭髮 我平常剪的那一家就是 目前還是暫時的一夜 所以我剛剛就是隨便選了一家 因為還是蠻多都沒有在開 所以真的是別無選擇 那我等一下花35塊剪頭髮 35塊是包含小費 小費加上去大概就是40幾塊 非常的貴 但是anyways這麼久沒有剪頭髮 所以也沒有關係 那因為我要整早6點才輪到我剪頭髮 所以呢先帶大家來看一下Boston的 Chinatown Chinatown也是俗稱的常人街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大牌坊 上面寫零一連池 那基本上在海外的 Chinatown 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牌坊 不過大家更好奇的是 為什麼會出現零一連池 還有中華民國的國旗呢? 這裡有一個小故事就是 我們Boston的 Chinatown 跟台北市是姐妹市 也因此呢 我們在這個 Chinatown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中華民國的國旗 那這邊也有寫你看 天下為公,禮義廉池 然後最下面寫什麼? Boston的台北,Sister city Sister city since 1996 所以我們從1996年 就跟Boston的 Chinatown為結 不是Boston的 Chinatown 是整個Boston跟台北市是姐妹市喔 那這裡還有寫 當初這個牌坊 建造的歷史 就是中華民國政府有出資 建造這個象徵有儀的牌坊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說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 Chinatown 現在都是空無一人 像死成一樣 牌坊旁邊的這塊空地呢 平常有許多的老人家 還有一些中年人 在這邊打麻將、打牌 但是現在可能完全看不到了 因為太多人聚會 會有病毒的傳播 還有警察會取地罰錢 其實在海外的 Chinatown 就跟大家電影中看到的一樣 髒、亂、五看 就是髒髒、臭臭 我們Boston的 Chinatown 是紐英文地區 美國東北地區最大的 Chinatown 那其他的州呢 他們就是有點像是 那種China Street 就是比較小規模的 不過我們的規模 也是不能跟紐約的那種什麼 或者是San Francisco比啦 真的是蠻小的 就是一個小小的區塊 走進來很像走到時光隧道 因為這邊其實建築物都還是蠻舊的 那也是保有 就是早些年代華人的一些樣貌 不知道我自己在說什麼 這家南北嘉義人的租場 也是排隊排了非常多人 就是它在藥牌網坪上都非常的高 還有它就是如果你給現金的話 可以搭九九 就是逃稅逃稅 所以它這裡也被查封了好多次 但是老闆就有辦法過關 這家肥仔燒辣呢 非常的好吃 而且很便宜 它一個便當大概八到九塊錢 其實三寶飯 三寶飯要大概快十塊 但是它量非常的多 現在也是協業的狀態 我們可以看到說 因為這裡是China Town 比較多華人聚集的地方 所以這些大型企業也是會提供中文服務 像剛剛看到的Charts Bank 前面一點還有Bank of America 會比較方便 就是因為畢竟它有一些法規或是規禁 可能我們這些不是母語人士會比較不走 所以非常推薦如果來美國讀書 或是旅遊的朋友 如果你是需要一些營養的服務 可以來到China Town喔 我終於剪完頭髮了 各位三個月的短髮有沒有清爽許多 你看這個併腳都剪掉了 都看到頭皮囉 但是這個瀏海真的太多 我剛剛說我想要短一點 但是我的意思是 不是這麼短 那眉毛之上的一半 真的很短欸 怎麼久沒有剪這麼短的頭髮 我的瀏海 但是由於現在疫情 所以都不用出門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好 而且大家看如果把這個頭髮抓起來 應該更清爽應該更帥 大家說對不對 回家之前帶大家來 就是順便逛一下Bossam Common 那就先簡單介紹 Bossam Common 其實就是我們Bossam的中央公園 雖然規模小很多 但是在Bossam的人們心中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通常在夏季呢 這邊會有非常多的活動 就是像是Party啊 特別是從Marijuana 或者是那種Weeds 抽大麻的Party 就是辦在這個公園裡面 所以還可以在這邊買到麻 還有就是一些Concert 演唱會還有話劇 還有那種Shakespeare的話劇 也是會在這個大廣場 這個公園裡面舉辦喔 所以這邊下去的時候蠻熱鬧 那春天的時候這些樹 你現在看到這些 它都是會開花的 不過現在那個花球會凋謝 不然之前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們可以看到說 今天的天氣其實不是很好 就是大霧 Bossam其實也常常 蠻有這種大霧的 有點像Lockdown的感覺 就是 也有一番風味還蠻漂亮的 今天剛好也是一個非常重要 非常特別的節日 是Memorial Day Memorial Day就是 中文翻譯為 戰士商王節 美國一個非常重要的節日 通常是在 五月的最後一個禮拜一 舉行這樣的一個紀念日 我們看到非常多的 小國旗插體上 那每一根小國旗 其實都代表著一個 因為戰爭所失去生命的人 因此對於美國人來說 是一個非常 很哀痛悲傷的節日 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像總統也都會獻花 來紀念每一場戰爭 帶走的生命 據說啦 其實它一堆國旗在地上 這個 是從我們Bossam開始的 所以在美國其他地方 也有這樣的一個紀念 在美國其他地方 都來自此 在美國其他地方 都會再次補充 在美國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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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的每日 都會被關注 民間的 為法 都會被關注 任何人 在美國 組織 在美國 現在時間也不早了,所以我準備回家 現在已經七點快半了 基本上越北半球就會有永驟或是永夜的現象 我們沒那麼北啦,但是我們之後到了九點天還是亮的 跟台灣非常的不一樣喔 在回家之前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對面的這個叫Public Garden 這裡就是我剛剛說的Public Garden 它是一個典型的英式華人 所以跟剛剛的Boss跟Komen比特量非常多 那下次天氣好的話再帶著大家來看一下 來逛這個花園 這個神像,我忘了它是什麼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請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聊天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Have a nice day, bye bye 天啊,我的瘤海真的太醜了 大家好,謝謝… devast millorn bin 東極